大家好,歡迎來到粵語娛樂。 第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落下為幕, 有人歡喜有人失望,金手指獲獎最多,拿下六個, 百日之下十六項提名領跑,拿到了三個表演獎項, 可惜林寶人錯過了最佳男主角, 毒涉大裝本以為火掉無收, 沒想到最後拿了一個大獎最佳電影, 鄭寶瑞多次提名最佳導演, 中憑殖命案懷獎,他和編劇《游奶海》 這次可以接班到其風與韋家威娜, 一專業精神獎同評,江湖人稱評者, 入行四十多年,參與過四百多部電影, 現證了香港電影的輕與衰,導演徐克為其頒獎, 表彰他作為電影服裝管理人運的敬業, 樂業專業精神獎,影評人展輯師海報設技師, 龍虎舞師配音演運道具師, 膠片充印工作者等,都拿過茶水公養容年拿過, 那一年成龍為其頒獎, 而成龍自己早在第24屆金像獎就拿過, 李安為其頒獎,27次最佳動作設計獎, 董偉劉家良願和平紅金寶程小冬, 他們創立的四大家品, 撐起了香港動作片, 他們每個人設計的動作各具特色, 劉家良硬橋硬馬,願和平寧巧多變, 紅金寶大開大俠, 呈小冬為美飄逸, 但要說那一位拿的金像獎最多, 非董慧莫竹, 此次憑借爆裂點已經是第七次拿獎那, 之前六次分別是十七屆神偷蝶影, 十九屆子與風暴, 二十一屆特務為城, 和成家班合作二十九屆十月圍城, 與李達昭合作三十四屆一個人的舞臨, 與恩子丹元賓彥華合作, 三十六屆微攻河行動, 黨委設計動作從來都不是為了打而打, 怕更多的是考慮電影劇情, 圍繞故事發展而設計, 董偉當年出自粉菊花門下, 入門教祖船是林鄭英師兄, 在紅家班也代過, 他為人低調, 向來喜歡埋頭做事, 不多說話, 其實也培養了不少徒弟, 比如秦鵬非則道過東北遠景故事系列, 三最佳藍配角姜大衛早在1970年, 姜大衛就憑借報仇拿過影帝獎盃, 是香港首位亞洲影展影帝, 時隔五十四年再次拿到表演獎行, 可謂是實至名歸, 影帝到最佳藍配五十四年, 而他入行已經足足七十二年, 正如他所說的一樣電影給了我一次, 如果有下一世, 船要做電影人, 再發表獲獎錦然的時候, 感謝了太太李琳琳, 今年是他們列婚五十周年, 要將獎杯送給太太, 然後調刊了弟弟, 他和大哥秦佩, 都使弟弟以東升做導演或監製, 拿到了最佳藍配角, 而且一個瘋癲一個傻, 另外還感謝了八日之下的台前幕後, 但最重要的是多謝恩師將志, 每一次他都悔說沒有師父張志導演, 就沒有姜大衛, 最後船特地用普通話感謝導演, 謝謝, 謝就是如此重情重義的亞專姜大衛, 四宗新城奏長洪金寶, 一開始猜測誰來給大哥大洪金寶攀掌, 尚到了成龍以及七小福城運, 但默默沒想到是障礙家, 八兩金謝對洩氣竟然船有後續, 正如障礙家所言, 在其他人眼中的洪金寶是動作導演, 是講義氣的大哥大, 但他看到了另一面, 不近沒有記才藝一流, 而且算非常幽默溫柔及害羞, 洪金寶成名於動作片, 他的演技經常被忽略, 在百兩金鐘表演勢力真實且動人, 至今記得他送外人出架追逐船, 跑的片段, 洪金寶從後台一出場就讓大家坐下, 盡顯大哥大本色, 首先表示自己入行六十年, 中間有苦多貴人幫助自己, 列舉了製片人陳佩華, 編劇黃炳耀, 奪命剪刀腳及導演司徒卓漢, 接著, 感謝前妻曹恩玉和現任妻子高麗紅, 前者替自己生了四個孩子, 後者幾十年如一日的照顧自己, 同時他旋提到了自己的遺憾, 比如拿了終身成就獎最佳男主角, 最佳動作設計獎等獎項, 但好象旋缺一個最佳導演, 直言自己要繼續拍電影, 能夠拿到最好, 拿不到的壞入圍也很開心, 五良朝偉陸峰影帝, 本以為這一屆金像獎不繪級位子, 畢竟如今金像獎對他來說, 沒有多大的意義, 之前已經奔借重疆森林春光炸舌, 花樣年華摩姦到2046, 拿過五次影帝, 五次和六次勾別拼不大, 一樣沒有人破了他當下的記錄, 金手指畫苦青不上好電影, 但良朝偉的表演值得誇讚, 演出了角色的狂妄自大和喪心病狂, 很有層次感, 只是可惜了林寶儀和王子華, 碰上了偉仔, 只能說書的不冤, 畢竟連周星馳將郭榮、 梁家輝等都輸給過他, 其實偉仔距離上一次拿金像獎, 已經有19年了, 這一次拿獎也無可厚非, 梁朝偉的優秀無庸置疑, 妻子劉嘉玲用偉大演運形容他, 偉仔立馬急了, 說不是偉大, 好演運是OK的, 42屆金像獎船有不少感人的發言, 比喻最佳女配角梁雍婷, 感謝了恩師廖啟智, 梁雍婷入行多年, 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難事, 廖啟智贈他現金揚, 他繼續追夢, 79歲的泰迪羅賓狀態很好, 又一次獲得電影音樂獎項, 他的身高雖矮, 但卻是電影圈的大佬, 早先推動了新浪潮發展, 後成為新藝成七季之一, 編導演電影配樂都不在話下, 稱得上電影傳材, 也有搞笑的環節, 比喻古天樂和袁詠兒一出場, 說自己是劉青雲, 吸身不了情安排受候了, 以東星是你的主意嗎? 第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, 整個攀獎環節, 其實談的最多的是香港電影, 加油, 香港電影雖落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, 但香港電影人一直在堅守, 最近兩年, 既有八日之下和年宵夜記, 這樣的小成本優秀之作, 也有獨視大莊梅艷芳, 犯喜公心借樣的高票房電影, 雖然, 梁朝偉在港圈的地位和實力無庸置疑, 但其實今年的影帝人算中, 王子華和林寶人的呼聲才是最高的, 因為梁朝偉和影帝的作品, 金手指的口碑和票房都不算好, 梁朝偉懷掌之後, 王子華和林寶人的名字也被推上熱手, 網友們的評論中不乏可惜的感慨, 其實梁朝偉近幾年的作品口碑不算太好, 但拿獎卻拿到手軟, 像金手指奉在起時和無名, 都不算上乘之作, 口碑和票房都只能說差強人意, 但他卻憑借這幾部電影, 拿到了金像獎影帝, 金雞獎影帝和亞洲電影大獎影帝, 充梁朝偉去年, 參加金雞獎攀獎典禮的待遇來看, 能坐在第一排位置, 而且旋視座在陳道明的旁邊, 就知道梁朝偉在國內電影圈的地位, 旋視很高的, 金手指這部電影背後是英王投資的金手指, 這部票房差點回不了本的電影, 能成為金像獎拿獎的大贏家, 也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, 相比起拿了最佳藍配角的姜大偉, 網友們都是心服口服的, 而對於梁朝偉的影帝, 則是多了幾份爭議, 陪跑影帝多年的鎮宇就曾經說過, 金像獎是一個港運氣港人麥港觀眾緣, 就是不講實力的地方, 去年鄭壽民陪跑多年, 終於拿到了金像獎影后, 而之前杜奇峰就因為鄭壽民陪跑, 當年曝光過金像獎, 除了對林寶儀和王子華未能獲得影帝, 感到可惜, 船有一位影帝候選人大龐的落選, 也令人感慨, 內地南演運, 要拿到金像獎影帝的難度有多高, 有人可能不知道, 金像獎至今出現了二十多位影帝, 但只有一位金像獎影帝出自立地演運, 就是李連傑, 李連傑在二十七屆金像獎中, 憑藉投名狀獲得金像獎影帝殊榮, 也是目前為止, 唯一一位來自立地的金像獎影帝, 但李連傑是特殊的, 因為他雖然是內地演運, 但早年一直在香港發展, 除了李連傑之外, 先後也有不少立地南演運, 提名過金像獎影帝, 比如胡君留葉姜文國休王渤, 二楊千載等, 這些內地南演運, 在立地都市價位和實力都很高的, 但每一個人能變成第二位李連傑, 所以, 今年雖然大龐能入選金像獎影帝提名, 讓人振奮, 但他落算事實上也令人不意外, 因為如今的香港電影圈, 雖然不如從前風光, 但船有一批南演運再參與, 比如古天樂流青雲梁朝偉劉德華等等, 反倒線女演運方面斷層比各嚴重, 今年的影后余鄉仍在內地知名度不高, 其他影后提名名單中, 除了謝安琪更不用說了, 所以在金像獎影后上, 內地女演運要競重難度旋比各低, 將近幾年的周冬雨流雅塞春夏, 除了影帝影后, 今年的金像獎賞, 其實還有兩部納地電影, 入選最佳亞洲影片的提名, 那就是滿江洪和孤處一集, 不過都輸給了台環電影周處除三骸, 所以今年的金像獎賞, 內地電影和電影人似火錄無收, 金像獎一開始就引起了很大關注, 那就是楊榮不近走了公譚, 船被邀請為金像獎的攀獎嘉賓, 很多網友感慨, 楊榮在金像獎公譚上的美貌, 在星光暗淡的金像獎上, 但從美貌來看, 楊榮確實在一眾香港女藝人中, 美得很突出, 另一方面,楊榮早前因為豐亞壽事件, 內地演藝事業受到很大影響, 至今船活能在納地東山再起, 連內地的很多主流頒獎典禮都沒有他的身影, 如今他能出現在金像獎也頗受撐熱, 有網友質疑楊榮未有作品沒有獎項, 有雜摩實力去當金像獎的攀獎嘉賓, 要知道香港金像獎曾和內地金雞獎、 台灣金馬獎拼列花與電影三大獎項, 在國立電影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, 其他攀獎嘉賓都視像古天樂、 徐克元詠儀、鄭壽文這種級別的演魂, 所以,楊榮能被邀請以攀獎嘉賓的身份出席, 算是蠻讓人驚訝的。 但另一方面,楊榮能成為金像獎上的主要看點之一, 對金像獎來說何嘗不是一種諷刺呢? 我們馬上獎的話, 某些聆來天學地炳!! 你給我們覺得他們只能可以獲得 看天學地獎非常不斷, 看天學活地 wannaaisczyć 。